因此在站得的时候说明,这都是大菩萨的境界,你不能侵蚀他,这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有这种表现,因此之故他站得的时候,完全站在菩萨的境界而来散叹,有他的特殊用意。 这是名为探德,声文,声文众当中有三段,第一,菊瑞飘苏,第二,名为探德,名为探德说完了,接下去第三,列上首名,把这个声文众的领导者的名字列出来,经文接下去就说, 这里列上首名啊,把声文众的领导者只列出六位,其他还有很多千二百多, 没有意义写出来,写出来要花很多纸墨啊,就简单把主要的几位列出来,呃,这些人上首的名字,齐明月,他的名字是什么呢? 第一位是大智舍利佛,舍利佛,舍利是丘路,啊,佛是子,就是心经的舍利子,啊,舍利佛的故事啊,在法伐经里面说过了,法伐经里面有啊, 法伐经里面说过了,这里不再说,啊,那么舍利佛他在佛弟子当中,声文众中,智慧第一,声文众中,智慧第一,所以叫做大智舍利佛,啊, 摩护目见连,摩护也是大,啊,舍利佛目见连他两位本来就是师兄弟,他没有见佛,没有清净佛之前,是清净这个,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出家外道,叫做沙燃,啊,所以燃的燃,沙燃,啊,有人把这个沙燃啊,呃, 因为我的口音不神正,不神正啊,他把它写成沙燃,啊,沙燃,他眼睛有没有沙燃,我不得而知,因为,啊,除掉舍利佛,目见连恐怕他也不知道,有没有沙燃,不得而知,啊, 哦,那么就是同音字,实际上很有一点差别,但是我的口音,啊,总是,呃,听起来有的时候不打相,啊,所以,呃,这个沙燃,燃是自然而然的那个燃字,沙,是沙徒的沙,沙燃番字,啊,他两个人都是清净沙燃番字,啊,他两个人都是清净沙燃番字,后来他的师父死掉了,沙燃死掉之后,啊,那么得到机会清净这个释迦牟尼佛,然后出家,前面说过, 沐建连是神通第一,啊,关于他的神通故事,后边,呃,这个,二十五元通里面都还有说到,所以现在重约, 沐沃居西罗,沐沃居西罗,沐沃居西罗也是翻译印度话,翻成中国话,叫做大西,西,西盖,卡塔乌,啊,七条,啊,卡塔乌,啊,呃,大西可能是越形象利明吧,啊,可能他的西盖很大吧,啊, 哦,呃,沐沃居西罗是舍利佛的母舅,舅舅,啊,因为他,啊,学过十八部经,没有时间,剪这个手指甲,人家称他叫做常抓繁治,啊,他读了十八年的经,用意就是回来啊, 啊,恐怕,啊,这个论医的时候,论书叫他的瓦仙啊,啊,恐怕论书叫舍利佛,下死功夫,啊,后来因有这个因缘,啊,他也跑去出家了,啊,跟随佛出家,对佛弟子当中,他是大问第一,大问第一,有问就能答,因为他的,啊,学问太多了,啊,读的书太多了,啊,读的书太多了, 啊,所以他在佛弟子中,大问第一,夫罗罗密多罗尼子,夫罗罗是他的父亲的名字,叫做满愿,满愿,啊,密多罗尼,密多罗是他的母亲的名字,啊,翻唱中国话就是慈,女,女就是女众的女,啊,密多罗尼就是慈女,慈悲的慈,慈女, 合并起来是,满愿慈女的儿子,啊,我觉得这个好麻烦,啊,印度人喜欢把自己父母的名字给儿子做名字,我常常会这样想,读到,夫罗罗密多罗尼子啊,我就会想,好得他出家,如果他是在家的话,他的儿子怎么娶啊, 他的儿子不晓得又,是不是这样子继续执执执执执执执下去啊,啊,所以因此之故啊,好得他出家了,啊,简单就叫做满池子,夫罗罗,满池子,啊,呃,这后边二十五元通里面也有他的份,而且在第四卷,啊,还没有到二十五元通,他就有很大的问法,哦,在第四卷,那是非常好的,啊,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,说不定你们都会开悟, 呃,虚普提解空第一,在金刚经里面的虚普提,啊,空山,啊,还有这个扇线扇机,啊,那么今天就讲到,呃,简单讲到这里了,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讲了,啊,小朋友